資料獨立一個 程式獨立一個 這樣不就很清楚嗎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的資料跟你的程式比較冗長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這樣做 方法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完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以後的資料 當然Jason這個格式 就是這樣的格式 一個是大瓜糊 然後裡面 那這樣的格式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很快的 把這個什麼呢 這個變數呢 直接讀進來 很快就可以啊 塞入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 這樣的格式 我想將來你可以 假設你要產生資料 你可以參考這個方式來做 好 那程式部分再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 我用那個 我喜歡用Nordpad Plus來看好了 那這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程式裡面 還蠻冗長的 那如果細節要從頭講到尾 那時間一定不夠啦 所以我們把重點挑出來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可以 反正呢 不是要你們去背他 而是你要去知道 怎麼參考 怎麼修改 可以拿來用 最重要 那重點在哪些地方 我把它提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什麼時候建資料庫 當你什麼呢 當你這個App在就是在初始化的時候 那怎麼樣做初始化 這邊有一個byte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事件名稱 叫做mobile什麼 Init Init 其實Init就是Initial Initial就是 當他被初始化的時候 要去執行什麼方法 方法名 方法你可以獨立一個方法名稱 或者乾脆直接寫在這裡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的方法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 頭跟尾 頭這個刮鬍 尾刮鬍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可以去做當我 這個App被載入了 被初始化的時候 就是其實也就是載入的時候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去看 去怎麼樣 建一個資料庫 在這個資料庫我們前面做過了 所以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建一個資料庫名稱 叫做普里付的 然後大小的話就是 大概兩美額 OK 這是名稱版本 然後 怎麼去建呢 這邊有個create table 有沒有 create就是產生一個資料表 如果不存在的話 就建立 叫什麼呢 叫付的 那分別有幾個欄位呢 id 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是title 第三個欄位是details 第四個欄位的話 是create 然後update create update 跟那個什麼呢 latitude longitude 有沒有這些都欄位名稱 那這個是sql語法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那這個地方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如果你對這邊不是很熟悉 建議各位去 找一下sql 的東西sql 他就幫我建立 包含就是有六個欄位 然後再來就是判斷一下是不是第一次 是否第一次載入 如果是第一次載入 的話 我們就是 會 在這邊有個set set item 這個是在 這個什麼local storage 這個前面講過 有沒有 你可以存一個訊息 是不是 是 是